我看到已经很多人在投票了 很棒 请继续投票 有20位朋友们问说 关于最近很夯 所谓加密货币去中心化 请问是不是会撼动国家的货币 还是可以兼容共存 当然它会撼动国家的货币 但是不一定会撼动我国的货币 这两个要先确认一下 是不同的意思 因为国家货币 比方说其他国家的法币 它的让人信任的程度 每个国家都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以这个台币的走势来讲 我们在亚洲或在全世界 也算是还不错的一个货币 所以我们目前是没有被撼动的 新台币没有被撼动 但是如果你在某个国家 它在国际上面 信用平等非常的低 或者是你自己的国民 都觉得随时会大规模的 几十倍的通货膨胀 或者你的国家遭遇了战乱 在那个战乱的情况下 某些人根本就没有个人财务可言 或者是他改 最近改变了他的法律 变成某些人是别人的财务了 他自己不能有财务了 等等的这些情况 那对于这些受到不利影响的人 那当然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 在现在的公信度 就已经比他们的法币要来得高 那但是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当然在问的是说 那新台币呢 新台币目前的公信力 应该是比任何加密货币高的 所以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那在我们中央银行 也不断的有好几年的时间 现在还持续去做 关于CBDC 就是由中央银行来发行 加密货币的需求的访谈 跟技术的实作 那他们目前还没有找到 任何一个场景 在里面加密货币 是比中央银行目前的 法币的制度的 供信力要来得高的 也就是说这个需求还不明确 那当然就像在台湾 你要推行动支付的时候 卡在你面前的是电子支付 就是包含油油卡 一卡通 感应时信用卡 都太方便了 所以这个行动支付就不容易推 因为前一代的 公信力比较强 那但是当然在疫情期间 因为非接触的关系 我们真的就找到了 关于扫QR Code 等等的一些 它真的公信力比较强 大家比较愿意使用的 这些地方 就真的找到 那个痛点的场景了 那但是对于去中心化 加密货币来讲 我们日常使用上面 现在还没有很确定 这个场景会是什么 但是我们有金融实验创新条例 俗称的沙盒 那我们也有非常自由开放的 包含像以太坊等等的 他们正在做永续转型 不要造成那么多的 地球的碳负担等等的工作 都有很多台湾的朋友 参与其中 所以我自己是蛮乐观 觉得某一天 就是它可以走到 兼容共存的这个程度 那但是在目前我想我们就是持续的去看在民间或私部门有哪些创新可以prove us the wrong 就是告诉我们说到底哪些场景其实真的是不能够靠法币 只能够靠加密货币的情况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我第一个问题通常都会讲久一点 因为让大家比较有时间这个投票 那目前看到都已经十几二十票了 这真的很棒 那我们就继续哦 有29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对于metaverse 元宇宙的看法 它是不是昙花一线的话题 还是未来年轻人社交工作学习的虚拟事件 那政府对元宇宙的态度是什么 有没有策略 有没有规划 元宇宙对我来讲 不是什么新的昙花一线的词汇 它就是提醒我 我年纪真的蛮大了 我40岁了 因为我听到元宇宙这个词的时候 我才十二三岁 那时候看了Snow Crash 就是溃雪的这本小说 那本小说后来有中文翻译 不过可能因为译者把它翻成meta欲 所以到最后就没有很红哦 如果翻成元宇宙的话 说不定当年就红哦 这就不知道 那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我接触到metaverse这个字 可能是199394年左右的时候 也就是.com刚开始的时候 那时候跟cyberspace啊 这个这些字都是共用的 那为什么现在突然间又红了 那我讲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当时在透过WireWeb 去构筑我们的当时的cyberspace 或metaverse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假设 这个假设就是 每个人都可以加自己的网站 每个人都可以安排 自己想要跟别人互动的方式 我们所谓的home page 当时还是两个字 不是一个字的时候 是好像一个人装饰自己的家里一样 那可以去确保说每个人最习惯 跟别人互动的方法 他要邀请哪些人啊 怎么共享内容啊等等 都是由他或者他旁边 这个比较亲近的人去做决定的 那但是呢 因为后来就出现了 所谓的recentralization 重新中心化 就是本来的去中心化的 这些web 1.0的 当时我们设计的这些东西 好比较说email 它是非常去中心化的 可现在大家都跑去用gmail了 就是都只用几个少数email的提供者 或者像说 架网站也是非常的去中心化 但现在很多人的个人首页 其实跟别人的都长得一样 为什么 因为架在facebook page 或者架在instagram 等等的这些地方上面嘛 所以虽然它底层是去中心化的技术 但是它的上层 因为经济诱因等等的关系 它重新的中心化了 那我觉得现在 重新中心化造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特别是那个网站的规则的制定者 那跟你架在这个网站上 觉得是你自己的home page 但是这个home其实只是租来的地主 随时就可以把你赶出去 就可以所谓被阻了嘛 对不对 的这个情况 那这个大家都发现说 跟我们本来想法完全不一样 所以现在就有一种 回归当年的web 1.0的 比较分散式 每个人可以自己做决定的这个感觉 那这个感觉就用了当年的一个字 叫做metaverse重新回来了 那当然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嘛 就是除了我们现在犯称为web 3 就是回到web 1.0 但是就是不需要每个人都自己加战了 因为大家有手机了 的这个vision 那再加上这几年比较红的 就是共享实际的这个话题 share reality 所以把去中 重新去中心化的web 3 再加上共享实际的share reality 那就变成了这个世代的这个元宇宙的这样子一个想法 但是你如果去看它的实质 看它的根本的话 跟我们当时web 1.0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它不会是昙花一线的话题 它就是指出有这个社会的需求存在 那政府对于元宇宙的态度是什么呢 我想我们的态度就是去确保 它是一个多元的宇宙 不要又变成说 你有facebook账号 我没有facebook账号好像二元宇宙 就是关在那个花园里头 跟被挡在花园外头的那个状况 那为什么我们是采取这个态度 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 我们会希望说 我们在公共服务上面 以及公共教育上面 都是所谓众人知识 众人助之 就是说你如果觉得 好比像说PM2.5 这个空气品质测站 环保署部的点率 离你家太远了 那你可以自己很容易的加个空气盒子 在你的小学或阳台上面就直接加入 这样子的一个系统 任何时候只要看不顺眼的 那其实大家如果它是一个开放的多元的宇宙 都可以很容易的小规模的在你的当地 就发起一个更好的版本出来 但是如果它的就好像你买个车子 但是这个引擎盖是拆不开的 的这样子的情况 没有人能够知道它运作的原理 演算法的原理 大家都没有办法知道的话 那这样子在地就没有创新的可能性 这个时候就一定会立刻就上升到 就是可能就是示威啊 或者是让人非常不舒服的一些 这样子的情况 但是如果我们在中间有一种 在地可以自行去创新的这种可能性 举例来讲 像我们当初推出简讯实联制的时候 我们推荐的扫码其实是疾管家 那很多人都说疾管家 尤其在Android上真的不是很好用啊 那但是它就不是来跟我们抗议 而是自己写出台湾社交距离啦 或者是趋势科技的那个扫码器 或台北通啊或什么之类的 那等于是说路见不平 它真的可以拔到相处 而不是说好像闭门造局 那变成大家都没有办法去参与的情况 所以我们的策略或者我们的规划 那欢迎大家参考2030.tw这个网站 在里面有关于元宇宙的各个不同成分 它的分析 然后以及我们在行政院 特别是科技汇报办公室 未来的国科会 对这个部分的这些想法 那2030.tw我觉得是少数的 这种官方的网站 包含把太空科技啊 负责任的AI啊等等 做成就是一般不是很宅的朋友 也可以觉得应该是看得懂 或者是有兴趣的一个做法 那如果大家对于在上面的呈现 有什么新的想法的话 同样的这跟你心里来 那很欢迎就是大家 去告诉我们说 可以怎么样做得更好 希望回到这个问题 那有25位朋友们问说 在数位转型的过程啊 要怎么样影响导板来一起加入 那人才培训 他的首要的方向是什么 这非常好的问题 我想数位转型最重要的 就是你要转到哪里去 就是这个purpose 它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如果没有这个使命的话 那就会变成 你有一堆工具 所谓的smart city 智慧城市 但是呢没有smart citizen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 要拿这些工具来做什么 那很快就会有一种 无力感或者无助感 就是说新的系统来了 我旧的系统又不能完全转过去 我要学两套三套系统 到最后就大家既没有省力 也没有办法安心的这个情况 所以怎么样子去设计数位转型 到大家都能够省力安心 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去问大家的痛点在哪里 然后让大家这些痛点 第一时间就让老板能够感受到 那举例来说 像我用slido 就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工具 那我在演讲 几乎都不会有自己的简报 全部都是用slido 那之前这个近期总经理 这个很大的电信公司 他跟我这样子演讲了 好像三次吧 就是每次我们都是前后的讲者 他就发现说台下听众 在听我演讲的时候 都不会打瞌睡 因为他们都好像俄罗斯方块一样 在想第二个第三个接下来的方块 我会怎么样回答 那偶尔滑手机也不会一直滑下去 因为你按个赞 PO个东西 都是回到slido来 所以他就受了启发 那这个他有公开讲 所以我可以quote他 就是他就把他公司里面的town hall 就是全公司的在讨论 我们接下来下个年度 或下个季度 要做什么事情 变成这种可以匿名投票的 这种slido的方式 那这个总经理就按照大家的投票 最高分的几个问题 就变成总经理一定要给出一个交代 这样的情况 那这样子的话 他就解决了高层管理 最最迫切的一个问题 就是实际emergent的情况 就是正在涌现的这些情况 我们到底怎么样子去缩短 从第一线的同仁看到这个情况 跟决策的层级知道这个情况 或者是说决策的层级 如果有想到什么解决方案 这个方案怎么样子扩散 所以就是说 共同价值的收集 以及新的创新的扩散 的这两个问题 通常都是老板最关心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 当你的数位转型 在一开始还不知道 要转到哪里去的时候 你可以很meta 就是很后摄 或者这个元 宇宙的那个元 很后摄的去说 好那我们还不确定 转到哪里的时候 我们先把让我们知道 要转到哪里的 这个方式当作我们一开始 要投资的基础建设 那这个到最后 就会让大家觉得说 那我们这个转型 它的目标 真的是大家一起制定 或至少有参与出来的 而不是说 好像是某个人空想 或者拍个脑袋 就想到的东西 那个真的是很重要 那人才培训的 首要的方向是什么呢 这个要看你的组织的大小 我在这场演讲之前 才在跟那个日本政府 在做一个分享 那他们在讲的 就是他们在推行 地方创生政策的时候 他们从中央的角度 确实他们也觉得敏捷啊 或刚刚讲数位转型啊 等等的这些很重要 但是呢 他们会觉得说 好像创新的扩散 都没有办法出那个部门 也就是说 一个他们是一个省嘛 就是我们的一个部嘛 一个部会 或者是一个局处 或者是在地方的某个单位 确实很创新 可是这个创新 它很难横向的去扩散 到旁边的这个局处 以至于说 旁边的局处 旁边的部会啊 重新发明很多事情 而且也不知道说 其他人在其他的部门 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想组织大到某个程度 这个是必然的这件事情 那我们在台湾 我跟他们分享的解决方案 就是去营造出一种 我们叫做开放政府联络人 的这样子一种机制 那这个机制呢 我有把它这个 我们的协作会议啊 开放政府联络人 我都有贴在我们的 这个聊天室里面 就是Teams的聊天室里面 那这个机制 它非常有意思 就是如果我们看说 我们之前开过的 一百多场的 这个协作会议的话 因为里面大部分 都是由民众的 联署提案来产生的 所以就可以确保说 我们刚刚讲到 它实际有解决 第一线的痛点 而不是说 这个Leadership 就是高阶管理人 觉得才是重要的事情 而是大家在第一线 觉得重要的事情 这个呢 大家如果有看 我们协作会议的列表 会发现 几乎都是大家 日常碰到的事情 不管是报学软件 很难用啊 登山很难申请啊 之类之类的 这些题目 这个动保 教育儿童 数位服务 社会福利等等 那都是靠 就是第一线的同仁 类似像slido的 这种联署提案 然后凑到5000个人 我们就每个月 来开这样子 两次的协作会议 那在这里面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设计 就是我们的小桌长 就是他的分组 讨论的引导者 他都是我们专业的 部会的同仁 但是都不是 那个承办的机关的同仁 所以当我们在讨论 报税软体的时候 那可能是海巡署的同仁 来主持这个讨论 那但是我们在讨论 向海致敬 就是钓鱼冲浪等等 这些的时候 反而可能是国税局的 财政部的同仁 来主持这个讨论 那这个概念 其实是很简单的 因为我们的海巡署的同仁 自己要报税 报税 他也觉得难用到爆炸 我们国税署的 国税局的同仁 可能自己也要就是冲浪 或者是假日去钓鱼等等 也就是说他们是站在顾客 就是使用者这边的 他们是服务的使用者 而不是服务的提供者 但是他们是服务提供者 这个集团里面重要的成员 那所以他有这样子 双重的身份的情况下 我们的顾客 就是我们的民众 会觉得说 当他来参与的时候 这个主持人是站在我这边的 但是呢 在他的同侪的角度来看 他并不是要采线 他并不是说 好像他要空降 去takeover那个部门 他只是把实际第一线 顾客的行程 用他的专业 去把他的可行性规划出来 而且提出一种 大家不要说 只是炒糖吃 只是口部的炒 而是进厨房一起炒糖吃 火部的炒 所以他也同样会用那个锅子 他也同样会做这方面的规划 只说他现在不是在那个部门而已 所以我想组织一大 各个不同的事业部中间 确实可以考虑 类似我们这样子的 开放政府联络人的这种机制 那轮流当所谓的onsite customer 就是你在你的事业单位里面 但是你是代表你的顾客这一边的这个活动 那跟很多顾客的对话 都可以这样子自然的 透过以战代训的方法来达成 所以我们并没有特别去做什么几个小时的训练 我们就是不断不断的 透过这样子的协作的过程 自然的达到一种培训的效果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好 那有24位朋友们问说 都说未来是AI的世界 原宇宙的世界 那么在未来人跟人之间 这个实体接触 是不是还有必要的 那疫情当然好像也证实了 确实我们以前都说 见面三分情嘛 但是我们这个虚拟互动 做得好的话 就像现在这个我也不用戴口罩 大家反而看得比较清楚 所以这个见面说不定剩两分情的情况下 那确实是这个有可为的 那在未来是不是有哪些事情 是远距没有办法取代的 以及为什么 这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自己在疫情的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2016年进政府的时候 我就已经是远距上班的嘛 大家都知道我每个礼拜只有两天进行政院 进办公室 那所有其他时间都是在VR里面 所以我本来就很习惯这样子的虚拟的工作方式 可是为什么我每个礼拜还是礼拜一跟礼拜四要进行政院呢 就是因为要累积跟工作没有关系的 大家一起吃午餐等等的这样子一种经验 那因为有了这种经验 你的脑里就会有彼此的 我们说这个mental model 就是你脑里就会装着彼此的状态 那这样子的话在线上 因为线上坦白来讲是非常二维的 虽然现在我尽量用了一些方式 让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手势啊等等 但是毕竟很多细致的表情 micro expression受限于 目前主要受限于投影机的解析度 其实是没有办法传递过来的 那没有办法传递的情况下呢 那就会造成什么呢 就是脑补 就是大家就会在脑里去想说 他现在这个表情或这个动作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但是呢虽然说脑补真的很补 但是除非我们有非常高解析度的互动 不然的话脑补通常都好像在梦里面 就是你梦到谁呢 谁跟你这样讲话 但是那个谁其实本来根本不是那个状态 是你脑里的那个谁 才是这个状态啊 这个叫心理投射嘛 那所以这个脑补 如果之前没有这种互相 每个礼拜一起吃午餐 至少一次的这个情况的话 这个脑补大概都是错的 就是说你是拿两个礼拜 两个月上次见面等等的那个情况 他的情况 在解释他现在这些非语言讯息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很容易有误解 那误解当然可以往好的方向讲 就是说那可以让大家有新的 不受本来的互动方式的想法 但是坏处也就是说 当大家觉得说 那别人就一定是这样想的时候 他很容易有一个锚定的效应 变成等于没有在线上的一个 及时回应的一个方式 所以像slido 我会常常去看他的最新的 最近的问题 那也就是因为说 我希望就是及时如果有哪些 我讲的不清楚的啊 或者声音传递不好啊 等等也可以随时的去互动 那我们如果是在 好的频宽底下 有非常好的解析度的话 理论上可以做到某个程度 但是如果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没有把这些及时的回应互动 设计进去的话 那这个时候远距就会可能倒扣一分情 如果有误解的情况 发生尤其是如果声音的品质不好 像刚刚有麦克风回收的情况 在这个情形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远距他的 在前面的高解析度互动的情况 需要非常精心的设计 我自己以前在矽谷 这个半年才去一次 其他远距工作的时候 然后我们是靠这个我的同事 把加州Napa Valley的 不是很贵的红酒 一箱一箱的送过来 然后我们约时间下班之后 开视讯喝同样的 不是很贵的红酒 那或者是说 他们那边开了Gb先酿 我们这边也开了Gb先酿 然后大家就去约 吃一样的东西啊 或者是可能两边 要外带相同的食物 等等的这种方式 去非常有意识的去 透过远去营造出 肺源讯息交流的这个情况 那当然如果你愿意去营造 到最后我想大概都是 可以透过远距来做的 只是现在当我们要把这个香味啊 或者是这些触觉啊 这个天气啊等等 去传递的时候 目前这个投资 还是比较昂贵的啦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个完全是 Cost Benefit Analysis 如果大家半年一次 还是聚一聚 或者是能够每个礼拜 一起吃一顿午餐的话 那这个还是比较便宜的 一个做法比起 每个礼拜一要外带 完全相同的中央厨房的东西 到大家家里 然后大家开镜头 开Together Mode的吃 来讲 那我觉得大家能够见面 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大部分工作的时间 那确实是已经是远距 至少在我的办公室是这样 希望我回答到这个问题 好 那有二三位朋友们问说 数位化带给人类极大的便利 但是身为孩子的家长 要怎么样从小引导孩子 善用数位 培养他在面对接触 数位世界该有的态度 不是说被数位世界的各种资讯 淹没诱惑 而感到混乱 或者是无法自拔 我想在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深教 这个言教是没有用的 所以如果你自己也很容易 就是被跳出来的盖板广告 引诱去冲动购买 或怎么样 自己玩游戏也整天容易被 这个一下子就被推荐 然后就课金等等 那这样子我不是说好或坏 但是如果你是这样子的情况 那然后你要教训小孩说 不要这样做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 那像我自己 我是基本上 我日常用手机的时候 是绝对不碰那个触控荧幕的 大家可能知道 我桌上放的手机是这台 事实上触控这个荧幕是不会动的 那这个是古老的 也不是古老 它实际上是4G手机 古老的设计的Nokia手机 那并不是要帮Nokia业配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当我最常用的手机是这个的时候 我自然在碰到情况的时候 我会去想说 那这个是不是值得开电脑 用比较大的荧幕 或者是把它变成一个投影出来 让大家都看到等等 我的预设就不是说 我一直看着手机在那边滑来滑去 到最后变成手机在滑我 不是我在滑手机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我真的很容易触控荧幕上瘾 那但是我也很不喜欢 触控荧幕上瘾的感觉 所以就算是工作 非得用触控荧幕 我也是一定会隔着一支笔 好比像说Apple Pencil 或者是我用Galaxy Note的那支笔 S Pen 那同样的因为你隔着一支笔 你一定是想要碰这边 才会碰这边 而不是说好像 就是被荧幕所攫取的 它这边亮起来 你就反射性的按过去 中间有隔着一个Intentionality 就是有意识的一个行为 所以不管是隔着键盘 像Nokia这支 或者是隔着一支笔 或者是隔着语音触控 像Siri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最主要的都还是 让小孩子能够看到说 当我们在跟这些机器互动的时候 主要还是我们先想到要做什么 再去做哪个 而不是说它跳出一个什么 我们就被它所控制 那只要你自己这方面做得很好 那我觉得小孩就会有样学样 那当然在小孩玩 他比如说电脑游戏的时候 那我也都会推荐说 多玩一些他自己可以在里面 创造东西的游戏 像Minecraft Roblox 其实Scratch 它如果学程式的话 一开始就是玩Scratch上面的游戏 然后大家小孩最喜欢做的就是 把颜色改成他喜欢的颜色 把主角改成他的脸 或者是把音乐改成他喜欢听的歌之类的 他就会知道说 像刚刚讲 引擎盖是可以拆开的 每一个你看到的东西 你看不顺眼 那你就可以去改 那跟这个相反的 就是那种玩两关 就会跳出30秒的盖板广告 要你再去下载另外一个游戏 然后客机的那种游戏 在这里面没有任何东西 是他能够操控的 而且他一定得等30秒 才能够关得了那个广告 那那个就会是一种 所谓习得的无助感 Learn Helplessness 变成说小孩从小就学说 其实是广告商在操控我的互动逻辑 我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这样就不是很妙的情况 所以还是从以身作则开始了 那关于自己的时间管理 触控萤幕管理等等 坊间我想有非常多的书 我就不在这边 最述 但是就是自己以身作则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希望回答这个问题 好 那有24位朋友们问说 在公家机关执行数位转型 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如何影响被动 以及不愿意改变的这种心态 台湾我想跟日本在这点是很像的 就是如果我们的数位转型 是一种取代值本的态度 那这样子立刻就会有很多人说 那你就是在造成社会的不公平不平等 因为我们在私部门 当时我在苹果Siri或在其他的地方做数位服务 我们没做到的部分 那我们的竞争者就去做嘛 我们只要照顾我们的顾客嘛 但是在公家机关 你总不能说报税软件很难用 你去找别国报税吧 这个大概是没有人讲得出来的 所以就是说在公共服务里面 我们特别要在意的就是没有能力使用我们数位服务的这些朋友 那当然我们在2016年2017年 我们确立这个政府数位服务指引之后 那我们的概念就非常简单 就是它是多选择 而不是拿掉选择 我们在疫情期间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们推出简讯实联制的时候 我们既没有说你就不能够再用 像全家便利商店或其他地方自己开发的实联制了 我们也没有说它取代叫纸本 任何时候你要在纸本上签个名 或者盖个印章 或什么投进那个小油桶里面之类之类 他们那边也有他们的创新呢 那我们的数位的部分一定是说 但是有些人扫QR扣他比较方便嘛 那如果大家扫QR扣你可以贴好几张啊 这样子的话你就不用排队在那边写纸本啊 这样子写纸本的朋友们 他就没有群聚问题啊 他不用共享这个同一支笔啊 什么之类之类 就是说我们就可以说 其实推出数位是在让用纸本的人生活过得更好的 这样子一种切入角度 那一旦是用这样子的切入角度 那就没有碰到任何问题了 因为就是我们公务员是服务业嘛 公共服务业嘛 那以客为尊嘛 我们就不会碰到说 这个不管是长辈啊 或者是外国朋友啊 或什么 他说你这个数位服务 我真的就比较不想用 比较想用本来的 那我们现在都是说好啊 那你就用本来的 而且当他继续用本来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我们有新的数位服务 有数位化的部分 他可以很容易的 透过一个数位化的转接器 桥接器 把它接到我们的数位系统来 但是对这些想用纸本的朋友来讲 他还是在用纸本 我举例 好比像说像去年我们的纾困方案里面 卫福部的那个方案 那就是包含这个中低收入户的这套系统 他把它扩大 变成被疫情影响的 那他的所得税 急剧在一定程度以下的朋友 都可以获得这个扩大纾困的补助嘛 那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前年的时候 有所谓这个 我们指挥官说 本事同跟生合作多愉快的 那个所谓纾困之苦 就是说大家都是在 第一线的卫生局的这个窗口 填写这样子的单子 但是呢 要打字真的很困难 所以像新北市 他整箱整箱的搬来中央 请中央的朋友帮忙打字 那这个当然是很不舒服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我们在去年的设计 就完全改变这个设计 变成说 大家就是拿一些单子 但是我们没有收单的柜台 我们上面写了一个 免贴邮票的这个回邮 那这个回邮呢 你写完之后呢 附上你的存在影本之类的 你就投到附近随便哪个邮筒 它都会集中到同样的邮箱 然后在那个邮箱呢 去有整套的 包含人啊 包含一些机器辅助啊 去做数位化 那数位化之后 它就好像你在线上填一样 进到完全相同的系统 那不管是汇款给你 或者是寄支票或怎么样 就跟数位系统 它是合流的 所以当我说 就是它的前台 要有各种不同的选项的时候 我的意思并不是 你要有很多种后台 那个后台大概还是数位化的 但是前台跟后台中间的 这个转接器 就可以靠着像 免负回邮的这样子一个 类似收明镜片的 这样一种方式 去完成 所以我们说 user experience 使用者体验 其实最主要并不是 那个体验本身的改变 而是好像我们现在 服务设计所说的 我们是workflow design 就是我们自己在处理 这些touchpoint的时候 我们内部的流程 可以怎么样子 因为我们要服务 各种不同的人 那去节省我们的时间 也节省他们的时间 那如果我们数位转型 是推出新的系统 我们真的让顾客 就是市民的朋友 节省了一小时 但是靠第一线的同仁 爆肝两个小时 帮他打字 做到的 那这个数位转型 就绝对推不动了 那但是我们为什么 最近推得动这些东西 都是告诉第一线的 承办人员说 这个真的会帮你省力 而且你就降低了风险 因为就不会是你打字 也就不会是你打错字了嘛 所以这边就只讲 这样子一个 最近的一个小的例子 但是可以看到说 这样子数位转型的哲学 就是它是加上新的选项 让所有人省力 让所有人安心 这个是我们在 这几年来 大概都是这样子在做的 那被动不愿改变的人 也会很愿意加入 因为谁不想要安心省力呢 希望我回到这个问题 好 那有24位朋友们想问说 联合丽华非常看重 多元共荣的文化 那也相信每个人都带着 真实的自己来上班 才能够发挥最大的潜力 那乡亲位委员 身为性少重的一员 在职业发展上面 是不是因为身份受到挫折 那曾经遇过最大的阻碍是什么 怎么办法忠于自己 过来人的身份 请您给所有在职场工作的主管 或同事 还有性少数的朋友 一些建议 这非常好的问题 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子 就是我会把intersectionality 就是多元交织性 我们有哪些共同体验的部分 而不是identity 不是身份 就是我有哪些跟你不一样的部分 来当做重点 也就是说 所以我常常跟国外讲 都说我十二三岁 经历了第一次的青春期 但是我24岁 经历了第二次的青春期 那不管你的青春期是怎么样 我跟你都有一些共同经验呢 我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讲的 而不是说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一半的人跟我不一样 后来我又觉得另外一半的人也跟我不一样 不是这样子讲的吗 对不对 所以如果在共同体验的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 那每个人都有一些在少数的体验呢 如果不是性少数 好比像说我是左手写字比较方便 我小时候也有 被逼着用右手写字的经验 那也是一种少数 那我们在讨论通用设计的时候 是不是就应该这样子讨论呢 等等 所以就是在把自己在多数的那个优势 但是用自己每个人都有少数的那个经验的劣势 去让劣势的状态 能够用优势的这种方式表达出来 然后说那我在优势的情况的时候 我也可以想一想说 有没有什么多元共荣的设计 可以去让我这个优势去补上 我自己感受到劣势的情况 或者是别人虽然他的那个劣势 我是没有的 但是因为我自己有过某种别的劣势 我也可以感觉到说 那这个情况确实是需要 我们一起来多做一些什么等等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多元交织性 Intersectionality 所以如果我强调的是身份 那难免受到挫折 但是因为我强调的是共通体验 所以就没有这样子的挫折 那有些是非常实际的 好比像说我的办公室在改建的时候 大家知道说 我办公室是原来路三段99号 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那本来是就是一群这个空军的朋友 在那边的这个总部嘛 围墙非常的高 那我们就决定要拆掉围墙 然后把那边变成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并类似一个公园 任何人都可以从建国花市直接走进来 那这个时候立刻就碰到最实际的 就是好比像说我们要留哪些洗手间 那洗手间上面要怎么标示等等 那建筑研究所 我们的青年咨询委员会等等的朋友 其实都给了我们非常好的study 那我们就顺着这个study 然后呢不是说我自己决定 而是我在那一个当时还是废墟哦 201617年 淹水地下室淹水淹到膝盖哦 的这个百废带新的情况 我们就邀所有未来可能会来用这些地方 在地的长辈啊 李明啊 全台湾的这个社会创新者啊 实际来这个空间 然后呢大家想到什么就讲什么 然后呢去收拢每个人实际的需求 那这样子收拢了几次之后呢 我们就最后决定说 好那我们就在一楼刚进来的时候 可能一边就是就是男生的洗手间 然后旁边是女生的洗手间 然后另外一边呢就是性别友善的 不分性别的洗手间 面积是完全相同的 然后还有轮椅友善的洗手间 所以一共有四个 那这四个的好处是说 不管就是前面三间哪间坏掉了 大家都还可以用别的 但是而且如果这个 你去稍微计算一下排队的时间的话 那不管你自我认同或身份是什么 你的排队时间都因为这样子缩短了 可能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的时间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这是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不是 用这样的方式来规划来讨论 而是说没有啦 就本来空军 那两间要怎么样的话 那立刻就弱弱相残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在一开始设定这个规则的时候 到底什么是norm 或者所谓的code of conduct 什么是我们的行为准则 那不是那个里面写什么重要 而是形成它的过程重要 如果形成它的过程 让所有人都有参与 关于谁的事情就要谁的参与 那这样子很容易就可以 不但忠于自己 也可以忠于别人跟自己 共享的需求或体验里面的那一部分 那所以这是这部分的回答 那最后就是说 有没有一些建议 那我具体的建议 如果是在台湾的话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彼此理解 我觉得这是台湾真的很棒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会建议就是碰到什么的时候 就透过像slido这样子的空间 就是我们在学历上叫做安全空间 save space 就是多去规划一些这样子的安全空间 因为有的时候你的少数提出来的需求 说不定其实是多数啊 大家都有类似的需求啊 但是你如果没有像slido这种 可以匿名题 又可以投票的这种空间的话 你永远不会知道你的需求 其实是多数人都有的需求嘛 所以多规划这种空间 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电子联署啊 等等的空间 很快你就会发现说 不是说谁要先把这个铃铛挂在猫身上 而是说不定猫自己也很想挂铃铛 对不对的情况 我们在公部门确实常常就有这样子的管道 大家用这个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 很多提案都是在解决公部门 自己的碰到的这些情况 这些问题 像说因为需要照顾家人等等 请假希望一小时一小时请 而不是一定半天半天的请 国旅卡的弹性的使用等等 这些都是公务人员第一线碰到的HR的题目 但是为什么是在众营平台上面提出来 就是想要让整个社会知道说 公务人员他碰到这些问题 说不定民间也已经碰到 而且已经解决了 希望跟大家一起讨论 然后集思广益 然后到最后就发现我们人事总处考试院 其实大家都觉得这本来就是一件好事 一开始为什么要那么害怕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最后真的通过的时候 有时候我的social media底下 就会来一个留言说 当年那个提案的叫玛丽苏 显然就是一个笔名 那就是她 她是哪个部会的同人等等 所以容许在一开始提出状况的时候 用一定程度上是笔名 就是既不是匿名 联络不到也不是具名实名制 而是在中间好像实联制的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我回答到这个问题 好 那如果没有人要举手 我们就继续下去 有22位朋友们问说 在数位化的潮流底下 对于时下的年轻学子 那建议应该具备怎么样子的能力 以及对于上班族应该具备怎么样子的能力 我对这两个是同样的想法 我觉得需要具备的能力 而且因为我是客发会委员 这个有标准答案 就是三个核心素养 就是自发互动共好 那合成自动好 那自发互动共好的这个核心素养 其实是非常简单解释的 自发就是说 你去学什么或者你去做什么 是因为你自己找到了某种purpose 想要往某个方向 自己去画自己的轨道 标志标签 而不是说为了在外面去跟其他人竞争 人跟人之间考第一名第二名 这样子的竞争 所以你的动机是从里面来的 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接下来就是当你找到了 你想要发展的方向之后 透过互动的方式 那去跟不同的领域 不同的学科 不同的时区 不同的辈分等等的这些朋友 去找到说 那你想做这个 其实大家也都想要做这个 有哪些共同的价值 那最后在共好的情况下 就去规划出一些 不是你死我活你输我赢 零和的这种东西 而是positive sum 就是去创新到 让大家都觉得更安心一点 更省力一点 而不是说 这个我省力 但是别人不安心 或者我安心别人要浪费力气 等等的这种零和的状况 那所以这三个 其实严格来讲是同一个能力 它只是从你的找到purpose 这个动机 透过互动的过程 达到更好的结果 的这样子一条线而已 那所以不管是年轻的学子也好 或者上班族也好 如果有掌握这个能力的话 那你在你的团队里面 基本上就不会有一种 好像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你必须要这个谁转走了 你才能够有他的位置等等 因为你就是创造自己的位置 那创造自己的位置 对于既有的人来讲 你都是在帮助他们 加一些东西上去 而不是把他们的这个状态 这个减损嘛 那所以很多人就会很愿意 你加入他的团队 那反过来讲 当你自己要组团队的时候 那我自己当HR的时候 我们的办公室 我的HR principal就两个嘛 一个就是说 他的看事情的角度 必须是跟现有的办公室成员的角度 都不一样的 那这个是自发互动的部分 那以及他愿意分享的程度 至少跟他愿意从这边 学习的程度是一样多 他这个评宽是双向的 不是只是下载不上传 的这样一个评宽 如果有用过BitTorrent的话 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 所以就是说 他这个愿意分享的这个次数 分享的评宽等等 必须要至少跟他吸取的 这样子一样多 那其实具备这两个情况 那我觉得自发互动更好的 就是共同学习的这个团队文化 很容易就可以形成 先回回到这个问题 那有18位朋友们问说 企业的数位转型的成功 仰赖非常多的要素 就您的经验或者是观点 有什么是最核心的要素 其实就是刚才讲的 在企业里面 从第一线的到Senior Leadership 多快速能够凝聚出 共同的价值 当情况改变的时候 改变这个共同的价值 那以及创新多快速能够扩散 从第一线的人想到一个点子 到这个点子真的比较好 大家都在用 那的这个速度 那这两个基本上就是 如果你用设计思考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就是不断的 就是所谓的diamond的形状 就是发散各种不同的创新 收敛成共同的价值 再拿这个新的价值 发散不同的创新 再收敛成共同的新的价值 等等这个过程 那如果大家有看 指挥中心记者会的话 就可以知道 我们是以24小时为周期 在做这样子的发散收拢 发散收拢中迭代 那这个也是有必要的 因为病毒的情况 真的每24小时都不一样 那如果我们的周期 还停留在每个月 或者是每季 或者是编个预算每年的话 那基本上呢 就是不可能去处理 这些新的这种情况 所以我觉得就是发散跟收敛 发散创新跟收敛价值 这两个其实是同一个活动 它的迭代的速度 这个是最核心的这个要素 那有了这个要素的话 所有其他的 你都可以在确立这个主轴之后 不断的轴转 一直转到它为止 希望回答到这个问题 好 那有18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委员对台湾目前 接轨国际社会 这个永续相关议题的评估 我们国家策略 在这个方向是落后的 还是有机会成为领头羊 那身为对达永续目标 高度承诺的企业 看到我们的机会点有哪些 以及对于减速 以及绿电供给的这种看法 好 那这个都是很大的题目 这个我还有半小时左右 但这几个题目 如果真的要好好讲 可能要半天 但是没有关系 我就先简略的回答一下 我们的特色就是 我们置于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就很像实验教育之余 这个惯性的这个国民教育 也就是说 他们那边制定出来的课纲什么的 我们都可以参考 但是呢 我们毕竟是体制外 我们干脆就不是联合国会员国 所以这个情况下 我们也可以不受到 他们的框架所限制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自己 好比然后加上第18个目标之类 我不是乱讲 这个2016年我们永续会 真的加了第18个目标 那我们也可以去把现有的目标 在我们在地的情况里面 去做不同的诠释 不同的解释 那所以呢 它既不是落后 也不是领头羊 它可以说是我们的 创新的空间比较大 这个是比较neutral 比较中立的这样子一个描述 那但是呢 我们在这几年 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就是把我们的国内的这些目标 尽可能的还是扣合回 联合共有序发展目标里面 特别是那些具体的承诺事项 169项 SDG几点几几点几的这件事情 所以呢 当我们创新到某个程度的时候 我们还是回去 好像这个图书馆重新编幕一样 去说 那我们在联合共有序发展目标里面 找的跟这个最接近的部分 是什么 那这个一方面是因为 我们的创新如果要扩散到其他地方 必须要使用共通的语言 但是另外一个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当我们要引进国外的资金 特别是现在所谓的绿色融资投资 影响力投资等等的时候 他们的这些评估的方式 还是适用就是联合共有序发展目标 这169项 去进行这个评估的框架 所以我觉得在1617年 就是在联合共有序发展目标 刚制定 15年刚制定的时候 我们确实有一段时间 是完全自己的轨道 那但是我觉得我们到2122年 现在我们也已经发展出一些解决方案了 我们就会重新把它编幕回 联合共有序发展目标这个框架里面 所以既不是落后也不是领头了 希望有回到这个问题 那我们对于企业的机会点有哪些 我觉得台湾的特色就是说 不管是永续的社会 永续的环境 永续的经济发展 在台湾都有非常多的人去投入 台湾有非常好的 我们叫社会部门 social sector 也有人说是志愿部门 或者是第三部门 我昨天才看到在东欧 有人把它叫部门3.0 立刻感觉就很吵 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说是有可能不是在公部门 或者是大企业看到的 但是实际社会需要的这些解决方案 我们的环境有环保的团体 我们的社会有很多人权的 去做社会照顾的这些团体 我们的经济有很多在地的地方创生的一些活动 合作经济等等 劳动合作等等的这些情况 那这些当然他要看规模 当然不是说规模都非常大 但是要看创新 刚刚讲到迭代的速度来讲的话 这些速度真的都不亚于我们的工部门跟私部门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机会点就是说 大家上班归上班 但是也有很多上班以外的时间 不管是用最新的APP去揪人去淨摊 还是用凤茶APP去找能够节省塑胶水平 可以自己去装选顺便打卡 换金币等等的这些东西 大家都很愿意用工作之余的时间 去进行这些社会部门的共同创作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机会点 就是你的企业跟这些民间的社会创新者中间 是不是有一些你的员工本身就可以去担任业师 或担任创新者等等 那如果看总统杯黑客松的话 那个就是我们很有系统的 每年会把五个这种私部门跟工部门的合作的事项 在工部门这边去列为 就是社会部门提出需求 私部门提出解方 那工部门把它整合进我们的像科技计划的一部分 每年会挑五个这样子的专案 那大概在去年的五个专案里面有四个 都跟静灵啊环境啊等等有关 所以我想不管减速还是绿电供给等等 确实如果我们去看最近两届的总统杯黑客松的话 都是就是民间私部门跟工部门 很容易一起创作出一些具体解决方案的一些题目 那我在这边就不特别去念这个前两届总统杯黑客松的十个 贡献者十个作业团队 但如果有空的话真的可以多看一看 那或许未来大家也可以在总统杯黑客松看到彼此 希望我回答了这个问题 那有17位朋友们问说 可不可以请委员分享一下 当初自学是怎么样规划 为何要自学 对于想要让孩子走自学之路的父母有什么建议 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我完全不去学校 应该说不去体制内的学校 那是我14岁的时候 那14岁的时候我就做科展嘛 那做人工智慧这个题目 那如果要就是看人工智慧最新的发展的话 当时都是在这个新的 当时新的叫WireWeb 刚被发明的一个东西上面 看preprint 就是大家论文在发表到期刊之前 都会先贴到像archive ARXIV 这样子一个 就类似现在的BBS 或留言板 其实不是po废文 po论文 但是大家都是 整天在那边聊天的一个 学术社群现在还在 那我在那边看了 当然就会写一些意见 写email 那隔着荧幕 他也不知道 我才14 15岁嘛 那所以就很多研究者 很多很知名的研究者 就会回我的email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 一起进行一些讨论 那我科展当然 因此也做得不错 那所以后来我就跟校长说 校长你说我一定要 念个好的高中 念好的大学 考个GRE 去国外 才能够去某某教授的研究室 当他的博士后 才能够一起发表论文 但是现在我已经在 跟某某教授一起做论文 其实我只是改他措置 但不是很重要 总之他直接跟我互动 那这个情况下 那校长有没有什么话讲呢 是不是说 我就不用浪费这10年了 因为我就直接跳到 好像那个超级玛丽 跳到这个水管的另外一端了呢 那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每天花16个小时研究嘛 我就不需要每天花8个小时 在你的国中呢 只有下课才能研究 那行为校长有什么想法 这样 那校长就看了我的这个email print out等等 那过个两分钟 他就说 好了那你明天就不用来我的学校了 那当时还没有实验教育法 还置学还不是合法的 所以我就问说那都学那边怎么办 强迫入学条例 每天要罚钱的嘛 那校长就说 没关系教育局那边我帮你处理啊 那现在当然追溯期过了 所以他怎么处理啊 不是很重要 那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是在这个校长的协助之下 那我等于是在 一种类似公民不服从的这种状态吧 就变成在体制里面的创新者 愿意帮我担负这个风险了 那真的非常感谢杜惠平校长 那也是在当时我的国中二年级 中二的心灵里面 我就有种感觉是 原来体制里面的公教人员是 全世界最创新的人 那种感觉就一直陪伴我到现在 所以这是回答当初为何要自学 那校长的保佑 当时也不止我了 周俊勋啊 曾雅妮啊 都是同样的情况 那当然说服家人就变得比较容易 那当时我说服家人的方式 也是告诉他们说 我的研究题目当时是Swift Trust 就是大家见面三分请 但是为什么隔着网路 一下好像跳到八九分请 交钱延伸 但是一下子又倒扣八九分请 好的朋友聊个几句话不投机 在网络上就解有封锁等等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 那但是这个情况 其实没有任何学说可以回答 当时才9596年 那我唯一做这方面的研究的方法 就是自己做出 好比像说类似eBay 这个C2C Auction 当时叫库碧德啊 等等的这些创业题目 就是我如果不去营造出这种空间 我没有办法得到 我的研究所需要的答案 所以就必须要创业嘛 那所以这个时候 我的自学的规划 其实就跟创业的规划 变成完全相同的事情 那我创业的过程里面 我随时发现说 我没有办法解释这件事情 我需要学术训练 那我就回去旁边的大学 然后听一些研究所的课 那跟教授们开始讨论说 我在网络上看到这个情况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到底这是怎么回事等等 所以同样的就是 不是说不去学校 而是说去学校的时候是一个 跟大家念EMBA一样 就是已经带了 教授也会感兴趣的一些案例 去学校讨论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所以同样的 这也是完全自发的嘛 就是所谓的Purpose Based Learning 是已经有一个使命 那透过这个使命才有底下的计划 Project 那有了Project之后才有Problem 所以同样是PBL 但是无论如何是从Purpose开始的 那这个是我的具体的回答 那最后就是对于父母的建议 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让小孩知道说 不管他做的题目在冷门在偏门 其实就算只有万分之一的人在意 他的这个学习兴趣 在台湾也是2300人 而且2300人大概在网络上都是可以找得到彼此的 所以就是不要怕做冷门的题目 那不要怕说好像这个他就是学习的历程 学习的方式跟别人都不一样 因为其实不管再怪 其实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也好 也有很多人跟你一样怪了 那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摆脱的就是那种 硬要套到既有的轨道 好像操场大家都在跑 同样的轨道 因为旁边有人嘛 比较安心 然后硬要分个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而是说没有你不管怎么样 你自己画出自己的轨道往那边跑 按照定义你就赢在起跑点 因为只有你跑这个轨道 但是家长常常会担心说那是不是太孤单啊等等 但是你只要沿着这个跑下去 很多从不同地方来的人到最后还是会汇聚在一起 只要你要解决的这个题目是大家感兴趣的题目 所以在这里面永续目标的扣合又非常的重要 因为按照定义这169个目标就是在接下来89年 这个全世界都感兴趣的一些有公益价值的题目 这就是为什么在总统被黑客送我们投票的时候 到最后还是要归类到的17个大类的目标 或甚至西向的目标 那在大学去做高教生根 大学社会责任 很多自学的朋友是直接去用高教生根的资源 那你也可以多看一下说 你现在用的这个USR资源 它是被归类在哪一个永续发展目标 这样子等于全世界就有17个世界性的频道 你就可以直接进去 然后找到你里面你自己画的那个轨道 跟其他人怎么去衔接 希望回答到这个问题 好那有16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你觉得接下来10年的产业趋势是什么 就是把我当水晶球的意思 身为快速消费品的大企业 建议我们怎么样子因应 以及最重要的事情 我想有一个很简单的趋势吧 就是越来越多的创新 不会只是产业创新 而会是跟社会同时共同创新 就是说从industrial innovation 变成industrial innovation跟social innovation的 所谓co-innovation 就是共同创新的这个情况 那这个在就是虚拟的世界里面 早就已经是这样子的嘛 就是不管是群众募资 或者是群众外报群众协力 或者是现在有很多订阅式的群众募资嘛 那根本他在卖的就已经不是他的产品或服务 他在卖的是类似像股权那样子的 就是参与他节目设计的这样子一种权利等等 就是当他的递送的这个服务 他已经是纯虚拟的 不管是podcast还是什么nft 那这个都已经是这样子了 这个不是什么未来的趋势 今天就已经是这样了 那当然在实体的世界 或他有实体递送的成分的时候 现在还不是说非常容易说 这个我不是卖你一双鞋 而是卖你穿鞋很舒服的服务 你随时不喜欢那双鞋 你就把它寄回来 我们就把它融起来 然后融掉之后 按照你的需求重新印一双鞋给你 对不对 目前还不完全是这样了 虽然Nike好像有做这样子的pilot 但是那只是因为logistics 它只是因为后勤 还没有到那边而已 凡是后勤只要开始能够支援的 那好比像说像共享单车 共享汽车这样子的东西 只要它的infrastructure到位了 那立刻我们就从 比较是产业的这边 变成共同服务创新的这边 立刻就会发生 那主要原因也是因为 在前几代的主要是虚拟产品 但是也包含实体转虚拟的 像唱片跟光碟转成串流音乐 或Netflix这种东西 的时候已经累积了非常多的infrastructure 所以它的金流 它的资讯流 它的共创的方式等等 其实都是现成的 所以只要logistics那边一跟上 我们本来这边的东西 大概都可以立刻套用上去 它已经是commodity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 开放transign 那所以我想最重要的 我如果自己现在在经营电商 其实真的要讲 口罩也是一种电商嘛 疫苗也是一种电商 那最重要的就是 刚才讲的那个就是 我们怎么样子确保说 这个服务递送里面 重要的价值 是跟我们的顾客一起创作的 我们怎么样empower我们的顾客 让他变成可以是共同创作者 也可以一起来写个口罩地图的app 也可以一起来写个扫实联制的app 等等 而不是说什么的创新都要我们来做 那以及当这些创新出现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让他扩散的速度变快 那我觉得这个还是最重要的事情 希望回到这个问题 好 那所谓的purpose based learning 那有16位朋友就说 那请问我的purpose是什么 what keeps me going every day 我想最主要的还是 我在小的时候 就是中措的时候 刚刚讲到的那些preprint 那些后来有维基百科 等等 创用cc creative commons等等 这些都是一群抛弃掉著作权 大部分的著作财产权的朋友 那他让他的知识可以被中措的人取用 而不需要付很多钱给期刊 或一定要加入某家大公司 或他的机构才能够看到 所以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个commons 没有这个就是共用的 共创的这种平台 互助的这种不管资料互助 还是学术的互助的关系的话 可以说是我根本就不可能辍选 我的这套 这个就是用创业来学习的方式 根本就不可能发生 就是因为他的创业的进入成本 九成九都是建筑在 大家已经开放的自由软体 等等的创新上面 所以我才可以不断的轴转 那不然我当时也并没有什么钱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那所谓饮水思源 那所以我的purpose 现在就是我每天下班前 我一定要把我当天学到的东西 都公开出来 像今天的这个演讲 一演讲完 我转完档 那可能下午 大家就会发现 他已经在YouTube上面公开了 但是当然只有我的脸 跟大家写的字了 并没有说 大家的脸被公开的情况 但是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不是只是 在场的人有所学习 也是等于在往后代存款的那种概念 就是说 大家随时都可以运用这个素材 但当然运用素材的方法呢 也不是我们现在想得到的 有些人是拿来编教科书什么的 但是也有日本的饶舌歌手 把我的这种访问的YouTube素材 变成饶舌乐曲的Sample 这个我就没有想到 但是我觉得也很好啊 或者是说就有人把我的照片 客家委员会嘛 变成什么 唐凤过台湾 什么脑坡羹田什么东西 变成迷音了 那我也觉得蛮好的 对不对 所以就是不去预设了 不去预设它可以怎么样子的去使用 不要有一种翻印必旧的那样子一种感觉 那就算是真的很苦手 把我弄成什么VTuber 然后变成猎人里面那个旋律什么的 那我都是抱持着一种欣赏的态度 觉得这个二创三创果然是比原创更有意思 那所以只要能够抱持这种比较良好的 就是任何改作都是欣赏的这样子一种心情 那我每天醒来都可以看到更多二次的三次的 对我之前想过的事情或分享过事情的创造 那这样子我每天睡前就更有那个动力 去把我的录影啊 竹子稿啊 想到的事情啊 全部都公开出来 抛弃掉著作圈 先往回到这个问题 好 那有14位朋友们问说 当初怎么样的契机 有机会担任政务委员进行改革 那以及如何影响团队一同加入改革的行列 以及从每个专案开始到结束 哪些关键的流程 解释机制 确保方向或产出符合预期 以及壮多机会当中 怎么样决定从哪个专案开始着手 这都非常棒的问题 四个问题 事实上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回答 第一个问题是 大家都可能都知道的嘛 就是我们跑去占领立法院 占领了三个礼拜 那在2014年的时候 那在当时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关键 就是说在占领的那个当下 我们是让可能50万在实体世界 以及上百万在虚拟世界的人 不是说我们要抗议什么 不是示威 不是demonstration against 而是一个展示 一个demo demonstration with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想要展示服务贸易协定 逐条讨论 可以怎么样做 而不是说要求立法院怎么样子做 那所以在里面就用了非常多的 开放空间技术 非暴力沟通技术 在线上的讨论技术 直播技术等等 那都是2014年的时候 刚刚萌芽的一些数位技术 加上已经有很悠久历史的 引导师讨论 审议师讨论的技术 把它结合起来 那结果大家也都发现了 真的 这个就跟别的占领运动不同 别的就很容易就变成打砸抢那种东西 或者是说 很容易就变成 大家越来越不信任彼此 完全失交了 那但是在2014年 基本上每天都可以再多凝聚一点 多凝聚一点 那最后就凝聚到 可能部分党派 一些共同的认识 共同的诉求 那这个时候到最后 当然大家知道 这个占领最后是成功的 那在接下来的经贸国事会议里面 那大家的共同意见 就是说我们不要等到 有人占领立法院 再来做这种开放政府的讨论 我们应该 不要特别占领立法院 整天就应该要有一个网络的平台 来做这方面的讨论 那当然这里面就有很多配套 比方说立法院党团协商的视讯公开 这个政治现金的结构化资料公开 等等 透明性的部分 但是参与的部分 像大家现在知道的 公共政策的提案平台 参与是预算等等 大概都是2014年的中后半年 我们在跟行政体系讨论的时候 所提出来的 那所以在当时刚开始合作的时候 就来了市长选举嘛 那2014年的年底的那次选举 就发现所有支持这一套改革的 都选得上市长 有些人还不知道自己会选得上 那所有不支持的都没选上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到现在四个主要的台湾的政党 基本上都是开放国会行动方案的支持者 共同制定者 那已经没有人说 我们要回到黑箱 不可能这样讲 事实上大家的竞争都是在 谁更透明 谁更能够参与的这个状态 那所以这个是各大政党少数都同意的 就是民主神话跟链接国际的一个根本了 所以这个是算是蛮好的一个契机吧 所以我是2014年就是毛治国刚担任院长 毛治国院长的时候 我就在行政院 也就是我今天的这个办公室啊 的同一个地方担任类似专案顾问了 见习顾问的角色 那当然经过张三振院长 后来到林全院长的时候 我就见习转政嘛 那就变成这个政务委员 大概是这个过程哦 好那怎么样子影响团队一起改革 那其实像刚才讲到 最简单的就是省力跟安心 那所以我在担任数位政委之后 大家都发现我专注的都不是那种大刀阔斧的事情 都是怎么样让大家报税的痛苦 可以减少几秒的那种事情 那或者是说怎么样子让替代役 在公共行政退场的时候 我们的公务的人员不需要变成人肉饮饮机的那种事情 之类就是说都是让第一线的人员可以上时间 然后而且可以减少他们的风险的事情 那因为一开始的改革的那个基调是最重要的 如果体制里面的朋友觉得改革是造成他们的麻烦 那他就当然誓死抵抗到底 但是如果发现每一个数位的话 都是在减少他们的麻烦 到最后他们就自己都很愿意自己提出案子来嘛 所以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最后就是关于检视机制确保的方向 那我一直都说数位是assistive 就是他是辅助而已 就像说我的眼镜不是取代我的眼睛 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他是让我看得更清楚 那但是不是说 他把我放到完全不同的世界里面 也不是刚刚讲30秒钟盖版广告 也不是一个黑箱嘛 对不对 他本身就是在增进透明性 所以同样的道理 就是我们并不会说 就是因为你引入了数位 所以你要把本来的KPI丢掉 不是这样子的 本来的KPI 好比像说前年疫情刚开始 四分之三的人必须买得到口罩 戴得上口罩 或者是说去年 这个出现确诊者的时候 疫调要从24小时缩短到24分钟 或者是说去年说 我们要让七成五的人都能够打第一剂疫苗 最好第二剂也要能够冲到七成五等等 这些KPI都不是数位的 事实上也不是我们发明的 那我们所做的事情 就是透过数位沟通的能力 让整个就是能够打电话给1922的人 能够打得通啦 或者是1922网站能够连得上啦 等等的这些方法 机关加啦 等等的这种方式 去让刚刚讲到这些重要的KPI 变成是所有人共享的 那你如果有看下午两点的戴状节目 多看个几次 你也可以讲出为什么是这样子定KPI 那这个时候数位就可以让这些创新 变成不是由上而下 而是民间发明出同样的KPI 但是更好的解决方案的时候 因为我们可以pay for success 我们可以为成功来这个使用资源 而不是说好像只是pay for work而已 因为pay for success 大家在第一线才有方法论上面创新的空间 你pay for work 那基本上当时的采购案怎么写就怎么写 所以这个时候才能够确保这个产出跟方向 当大家有共同的KPI的时候 它最后有没有符合预期 那个才是能够去衡量的 不然你只能用中间的这种proxy matrix 就是中继性指标 办了几场演唱会 办了几场座谈会 办了几场所谓有趣的演讲 等等的这种东西来当作KPI 但是那个的问题就是 那你越凉它就跟就是新的需求 所产生出来新的预期越脱节嘛 所以这个是我对就是研究考核的看法了 那最后就是对哪个专案着手 基本上就是靠实际上面谁提出创新 就从那边开始着手 就是一个开门造居你行你来的这种意思 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所有的资料 包含及时的API都公开了 那这样就不是说 好像我们掌握资源的人 来决定怎么样运用这些资料 都是第一线需要用到这些资料的人 那些在买口罩的时候最辛苦的钥匙 这个打疫苗的时候最辛苦的地方 卫生局支援的这些医疗团队 随时他都可以看到说 那我们共用这些资料在这边 有哪些他可以再加上去的部分 他再加上去的部分 就是我们要拨资源下去的部分 那这个概念就是说 empower people closest to the pain 就是他离痛点越近 你就要越赋予他能力 越赋予他资源 那大概概念是这样 那当然今天因为不是公共行政研讨会 不然我还可以再讲个两三个小时 所以我们就继续再往下 再回答其他的问题 那有13位朋友们问说 对于AI发展的未来 有没有陆续看到 接下来因为一些工作会消失吗 但是新的工作也会因为AI的关系 而应运而生 这是当然的 那所以这个问题是说 前委员怎么样看AI 那能不能指点或提醒我们 应该要赶快具备怎么样子的能力 或者技能 或者知识 来做这样子的转变 不过我这边也想要先分享一下 我对AI的想法 就是AI的A对我来讲是assistive 我们辅助式的这个意思 而不是authoritarian 就是威权 也不是artificial 也不是人工的意思 那在这里面 为什么要这样子讲 就是因为 AI它基本上 在现代的用法里面 就是一种用资料来写程式 就是不是写程式来运用资料 而是用资料 实际形成的资料 来形成程式 的一种新的写程式的方法 那但是这种写程式的方法 完全取决于 你的资料是哪里来的 以及你的资料运用到哪里去 那如果你的资料是一群 根本就不知道会被收割 这些资料的 像韭菜一样的 这个朋友那边来的 而它的运用呢 又是把它本来可以 自己做判断的 这种判断力的场合 全部都替代掉 那变成就是让割韭菜 割得更方便 那这样子所谓的威权式的 这样子一种AI 到最后就会变成是 让资料也好 决定事情的方式也好 全部都集中 那全部都集中的问题 就是说当我刚刚讲到 民间有新的价值产生 以及新的创新产生的时候 根本没有办法去 让中央的接触到 为什么 因为中央已经在 本来旧的那种资料 所制定出来的BIAS 它的偏见里面 不断地去过生活了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根本在用就是旧的KPI 所制定出来的这些model 去评量的话 所有这些新的 值得注意的东西 当然都是劣等的嘛 那所以这样子就会导致整个社会分崩离析 那就算不分崩离析 也会变成说要花很多时间来 做所谓维稳和谐等等的这些活动 不过今天不是这个 就是地缘政治的座谈 所以我讲到这里就好 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越能够让低线的朋友知道说 这个资料是一种资料互助关系 我愿意去分享说 我在最近两个礼拜 没有去领口罩的配额 所以我愿意告诉外交部说 你必须要把这个配额送给 世界上需要的人 而且好像NFT一样 把我的名字刻在那个QR Code 荣誉榜上面 那像这样一种简单的资料互助关系 所谓互台湾助世界 口罩征集活动 就让700万片口罩 就这样送给全世界的朋友 那这个影响是很大的 那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促成良善的善的循环 那当然这个是跟个资 几乎最没有关系的 其他还有很多 跟个资比较有关系的 但是都可以用同样这种资料互助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 透过他的资料的分享 来换取参与一个专案 以及如果这个专案走偏了 影响这个专案 以及可能不管是时间 或者金钱上面的分润 等等的这些 时间的分润的意思 就是他可以取得 比较个人化的资讯 那金钱上的分润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所以这些都是互助 合作经济的根本 那如果我们的AI 是辅助式的 它本来就会长这个样子 就不会出现说 像如果现在 在眼镜行卖眼镜 他说这个眼镜很棒 但是就你可以免费取得 但是你每30秒钟 要看一些 你关不掉的广告 这个就不会有人去买 那或者是说 这个眼镜很棒 但是你没有办法自己修 这个螺丝都没有办法 因为它是proprietary 这个专利螺丝 你只要一解开 你就会哀告 或者是你要付几十亿 或要逆向工程 它才能够修好 这个歪掉的眼镜 像这种眼镜 就不会有人买 现在 但是那就是因为 眼镜是一种服具 它是以带的 那个人的最佳利益 人性尊严 作为它的目的而设计 而市场上 绝大部分的眼镜 都是这样子的情况 你就不会有机会 让刚刚讲的这种 比较威权式的 剥削式的 这样子一种眼镜存在 事实上 它根本不符合 我们对辅具的norm 那所以 就是说去确保说 我们对于AI的投入 都是像刚刚讲的 这种辅助式的 那这个就是 我想最重要的一块 那在这里面 具备的能力 或者知识 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就是我们所谓 服务流程 再设计的能力 大家都知道说 传统社工啊 这些 去做辅具的朋友 最重要就是 你要能够设身处地的 去看 使用这个辅具的人 一天的生活 是怎么样过的 甚至你empower他 让他变成通用设计师 像很多城市 现在会 请专门做轮椅的人 去走他们的工地现场 去确保说 他的通用设计 不是图面上面符合而已 而是他真的能够符合 这些需求等等 那怎么样involve 这些朋友 怎么样让这些朋友 关于他们的事情 就让他们这些参与 这些soft skill 那所谓植物流程 在设计的技术 或者说体验设计 服务设计的技术 那这个就是这个转变里面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个就不是机器能够取代的 机器学习能够取代的 只是怎么把机器跟机器连接在一起 相信大家的工作上 偶尔也会碰到一些 你全部的工作 就是把这个系统的东西 复制贴上到另外一个系统 那这个部分 我想大家都bub的 全部都自动化掉 那但是去把这种不同人的需求 尤其新兴的需求 跟其他人的需求 去综合在一起的这样子一种体验设计 服务流程设计的能力 这个是机器不可能取代掉的 所以就是可以多花一些时间 来关注这个方面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好 那有14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您为什么想要加入政府单位 而不是自行创业或加入企业 因为这个我15岁就创业 我创业很多次了 那中间也有加入企业嘛 担任顾问 像苹果啊 或者是牛津大学啊 等等 那所以不是说我不想 而是说已经退休了 好那Unilever身为企业 甚至是全球企业的一员 那请问身为企业 最重要的角色跟使命是什么 这也是很好的问题 我想我作为个人 有一个简单的讲自己的角色 或永续这个概念的说法 就是说确保说 我登出这个世界的时候 让世界情况 比我登入这个世界的时候 要来的好 那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 因为绝大部分我们的创作 都不是我们这一代 受到它的后果 不管好的坏的嘛 那大概都是之后的几代 要受到这个后果 所以如果你一开始就觉得 你的做法非常的完美 而且有民主的背书支持 大家都投票等等 那毕竟也是现在 18岁以上的人的票啊 那但是事实上 绝大部分会受到影响 是现在不满18岁 以及根本还没有出生的 人或其他的智慧生物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情况下 怎么样子去确保说 你有足够多的 共同创新的空间 让现在还不满18岁 或还没有出生的这些朋友 轮到他们碰到新的情况的时候 你是好像一个工具箱 好像一堆乐高砖块一样 让他们可以很容易的去 因应他们新的情况 而不是说变得这个已经 非常上个世代的 所谓智慧城市 但是完全都改不动的这个情况 那这个就是非常重要 所以这所谓的参与式的设计 而且是跨代际的 intergenerational的这种参与式的设计 那像这样子的设计 我想任何想要永续经营的企业 也都是在往这个方式去想 那很多政府的安慰也好 企业也好 民间社群也好 基本上现在讲到永续的时候 就是为子孙存款 而不是透支子孙的资源的时候 现在大家都有一些 共同的一些与会了 这真的是很棒 因为我小的时候是 好像零和的嘛 经济发展 环境保护是一种零和的关系 现在大家都说 没有啊 你就循环经济啊 绿色金融啊 等等的这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在企业里面也是一样 就是去让这种positive sum 就是非零和的 多盈的这样子一种角度 那去进入你的每一个新的专案 产品服务等等的设计里面 然后尽可能在你设计这些服务的时候 再多留一些空间 给不管是这个企业的下一代的朋友们 或者是在企业外 其他利害关系人 包含你的供应链啊 你的顾客啊等等 如果他看到可以怎么样做得更好的话 就给他很多模组化的方式 让他也真的能够做得更好 而且这个做得更好的方式 是可以去跟整个生态圈去分享的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啊 好 那有12位朋友们问说 我想请问委员呢 是怎么样看待网络发展到了今天 当然产生新式网络犯罪 那当然也让过去部分的犯罪行为 更容易达成了 当然也让部分的犯罪行为更不容易达成嘛 对不对 所以都是有利有弊 那当然所谓钻漏洞 刘存不被记名 侵害他人隐私的情势 是越加猖狂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委员认为我们应该怎么样 如何应对 如何防范呢 或者是如何看待 这一类的这些事情 不过其实在大家都有手机之后 实体世界的霸凌就比较难发生了 这个是有学术支持的 就是因为任何时候都会被录影存档 所以只要旁边有任何一个 以前路线不平要拔刀相助 你自己要付出可能也受伤的这种代价 那但是现在赶快把它排起来 送到什么报什么公社 那这个基本上是比较安全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确实很多不公不毅的情况 也就是因此无所遁形 那当然就是所谓不公不毅 不一定是要真的很严重的社会状态 有的时候什么这个红线停车 并排停车什么之类 那我们看台湾就知道我们不得不去修改道交条例 因为大家见义勇为拍照检举 实在是那个量太大了 超过我们警察可以处理的范围 所以不得不去稍微限速一下 这是特定的样态啊 连续检举啊等等 但是至少就是大家路见不平 愿意去检举这件事情 真的在台湾是一个非常多人参与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讲说社会部门群众协力 群众外包我们不用特别教育大家 大家都已经非常愿意去参与 所以如果现在有所谓的这个网络新事犯罪的行为 我想就是让大家一下子就很容易指认出这是不对的 而且很容易去检举说这是不对的 而且大家彼此提醒说这是不对的 那有这样子的空间有这样子的norm 这个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那举例来说好比像说在当年就是2000年左右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说垃圾诈骗邮件非常的让人困扰 那比尔盖茨当时甚至说每封email他主张要收邮票钱 不然的话email要破产了 因为你免费就可以骗到钱 那这样无本生意啊大家都来做 那到最后大家的email全部都是诈骗 垃圾邮件都不会是正规的email了 不过后来我们当然到了今天我们会发现 其实email还是没有收邮票钱嘛 所以我们解决的方式就是靠路件不平拔刀相助嘛 你收到了这个好像某个亡国的流亡的 谁要给你一大笔钱 你要先付一笔托管费用什么之类的 那很多人现在都会去按一个举报为垃圾邮件的这个按钮 那怎么设计出这个按钮 以及这个按钮它的后果是让这个寄件人在寄地一万零一封信的时候就直接跳到垃圾桶或者垃圾邮件夹不会再去收件夹了的这个系统才是我们应该要关注的就是去把大家这个物以善小而不为的这种检举不是只是大家自己觉得说好像我帮自己清一下垃圾桶而是说我帮所有人都提供了有价值的这种预警的这种活动 这个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到了现在像假讯息危害防治里面最重要的一环 就是有很多像趋势科技的防炸达人呢 或者是Who's Call的那个梅玉仪啊 或者是真的假的啊 这个台湾市场合中心麦克风等等的这整套生态圈 那不管你喜欢装的是哪个总有某种方法就是某个R值特别高一传十正在十传百的这种就是不实的讯息呢造成大家的恐慌等等可以立刻我们就知道目前突变的R值高的病毒株是哪些 那这样事实查核中心的朋友就可以立刻把他们的力气放在真正就是正在R值提高的赶快去做疫调追踪 他这一开始是哪里来的我们要怎么样确保说大家这些密切接触者都可以看到一个就是警语说这个是什么中央政法委独家赞助啊什么之类的这样子一种概念啦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大家在看到说心里就会产生抗体嘛 那就不会让这种不管defake啊还是其他的犯罪行为进入一传十十传百的那个情况 我们可以让怎么讲就是疫苗的R值变得比病毒更高嘛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说设计出这种群众都能够参与贡献的 而且是甚至从小学的中学的时候就可以在三个总统候选人正在发表证件彼此辩论的时候 立刻就提出事实查核而且有道理的部分还立刻就公示还是什么就直接印在字幕上面 那像这种东西就会扩增我们本来只有在实体世界 好比像说大家都可以去开票所监票 然后YouTuber就可以不同党派的到最后都可以来确保选举公正 你也可以把这个放在虚拟的世界去做相同的事情 所以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话我们有整套网站了在解释这件事情 也在让终身跟国民教育的这个学习者都可以知道要做什么事情 那就是所谓的媒体素养教育资源网 如果找mlearnmoe的话是很容易可以找到 希望回答这个问题 那有14位朋友们问说台湾的教育体制虽然进行了多次改革 但是教改仍然背离不了考试与分数的评判标准 对于不适应体制内的孩子学习仍然是不友善的环境 怎么样帮助孩子去适性学习 不会背离不了啊 就你不要念大学就好了 对不对 就是我的主张一直都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的国民教育12年国教 毕业之后就不要去念大学 那事实上这个是一个 好像教育部有一个青年储蓄什么存折的账户 其实就是做这件事情17年就有了嘛 那但是当时大家就发现说这个不是很work 很多的学生感兴趣 但是他们的家长是不是很comfortable 那而且他们报名到最后很多人都退退定了 因为就觉得说邻居的都在念大学 我现在好像是说好听是撞油了 但是感觉上就很像打零工了 那那为什么这个家长要背书呢 所以这个成功率也不是很高 那就其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他虽然刑法上成年了 民法还没成年 所以18到20的这段时间 家长不签字他哪都去不了 所以这个情况下我想是不可能就是一下就说 那你就不要念大学 等到需要大学ENBA再回来 不过这是我想我还是乐观的 因为明年嘛对不对 明年最多到后年 那整个教育都会往18岁市成年 那就像国外一样 他得好好的这个去诱导他的小孩念大学 因为小孩已经成年可以不听你的 的这个情况那就会在我们这边发生了 那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才真正能够回头来检视 考试跟分数的这件事情 那现在在这个转型的期间 我觉得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去让大学端 也更多的去往终身教育的这个方式转型 那更能够让你不管几岁你都可以回到大学 有一些特定的学程等等 那就算大学本身也正在被实验教育法所影响 有很多实验大学的这种想法正在出现 所以如果你从头到尾都要在体制外 那在台湾未来我想up to十分之一左右的学生 他一直都可以在所谓的体制外去办理 这样子的一种好像研究性的这种 不受课纲所约束的研究工作 好那最后我听到这个时间已经到了 那有人问我本年度的OKR是什么 那个我们很快会公布了 就是我们的年度实证报告 这个可以回去看实证报告 那我最近也才刚刚在看这个实证报告的草稿版 所以我就把这个草稿版 这个先贴到会议的聊天室 不过这个很快的这个立法委员以及所有人都会收到了 那在这里面就有一些就是去年已经做的事情 那今年的OKR应该很多是这些的延伸了 希望回答到这个问题 谢谢大家非常棒的问题